接著我們找了一顆4040 機件之前已經接駁了 為了爭取時間我們先接駁了 我們將收4040 記住一腳一般都是左上腳 選取的地方近一點燈 因為它會接上燈 一定有六條線 所以我們就放近這個燈 選取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就開始根據電腦圖去接 剛才的電腦圖就是這樣 或者我們接著電源接駁 例如我們先接八腳和十六腳給電 八腳和十六腳 八腳和十六腳 我們用啡色的線去接十六腳 啡色線接駁十六腳 先開線 一般可能需要比較短一點都可以 又是這個拔不到 拔不到 比較耐力一點 我們用Treezer去抽一條線出來 這個方案也不錯 我們接了十六腳去五屋 接著是藍線的薄底 藍線薄底 剛才開了那些 我們就不要用了 又是 刷斷了 又開了這邊 八腳 八腳摺起來 八腳摺起來 就落地 八腳落地 一有 之前我們也教過同學 我們在這裏就畫了它 這兩隻腳已經摺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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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就開始摺起來 這六盞燈 LED1 2 3 4 5 6 我們先摺起來 九腳 九腳 我們找這條線 即是腸底 接著LED1 接著LED1 就是這隻腳 這隻九腳 LED1 在這裏 這裏有少許巧妙的地方 就是我們走這條線 盡量不要遮蓋其他洞 因為這些洞要插線 所以我們這樣摺起來 這樣摺起來 這樣摺起來 我們接著LED1 記著我們要摺起來 方便 待會我們有些線 要摺到二三腳 LED1 我們就摺起來了 LED2 是七腳在對面 我們有 卡拉 用綠色的線 然後摺起來 就是LED2 七腳 LED2 即是這隻七腳 就是LED2 摺過來 咦! 又差不多 這個要摺過來 我們先摺過來 因為習慣上要這樣做 接著 LED2 又摺起來了 又是這樣摺下來 讓它不要妨礙我們的視線 先摺起來 7腳 搞定 LED3 又是開了這個 我們先摺下來 LED3 LED3 就是六腳 六腳 就是這隻 我們又是向下走 這條線 向來這裡 這個LED3 LED3 轉眼間 轉眼間已經鑊過三隻 三盞燈都鑊過了 LED3 也鑊過了 再上一隻 LED4 又用了 綠色線 這隻 用綠色線 對 開了那些 我們再剪開 再開 又上一隻腳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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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它用了多久 我們再看看 LED4 5腳 就是這隻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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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妨礙我們的視線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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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沒接的 一去 去到三腳 三腳 好 三腳 先去剪 讓它的口 重新開過 這個就是 三腳 這隻 接到這裡 差不多了 接著 再 重新開過 開口先 三腳 這裡 LED5 對 LED5 又接近 LED5也接近 最後一盞燈 LED6 二腳 綠色先 好像這條都可以 又開過它 又開過它 那就是第二腳 LED6是第二腳 第六腳 第二腳 這裡 嘩 這個比較鮮 這個比較鮮 這個也OK LED6 又完成 好了 要搏的都搏了 LED4第五腳搏了什麼 是嗎 來看看 這個8 這個7 6 5 五腳都搏了 我們忘記拆了 全部搏了 那最後 接了個鈴鐺 接了個鈴鐺 在這邊 可能要長一些 如果我們去測驗的時候 記得拿兩條長一點 比如這條長一點 我們先接個鈴鐺 接了個鈴鐺 鈴鐺就是十腳 10脚,就是這個89010脚 即是這個腳 10脚,接過來 接過來這裡 就是TTL Mode 就不用自己按了 它有Code供應給你 但記住頻率不要太快 如果太快,可能看不到它的Change 對不對 用TTL Mode 這個又接了 用TTL Mode 就完成了 至於RESET 接又不是 接又不知道接到哪裏 因為我們做這個Stature 沒有RESET 我們先接一條線出來 不如用紅色線 好像沒有紅色線 橙色線 先接出來 方便我們 待會可能需要用Menu Reset 因為沒有RESET 因為CMOS 如果沒有接東西 就不知道HIGH還是LOW 所以比較麻煩 我們先看看 RESET 即是這個腳 這個腳 沒有接東西 就不知道HIGH還是LOW 但如果HIGH的時候 譬如我們刺來這裡 HIGH 這個就正常情況 這裡RESET 然後這裡正常情況 要LOW 這樣 然後就可以試試了 好 剛才我們遲保洗線 現在我們可以測試 測試 需要留意 我們這個RESET 這條線 現在暫時是流行的 我們先打開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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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它好像沒有反應 即是沒有反應 我們首先要RESET 先 然後去LOW 去LOW 就開始數了 你見到它 所以CMOR 和TTL有點不同 你見到 那條RESET 很重要 我們快一點 看看效果 這盞燈沒有用 記住 我們正在用中間這六盞燈 你看到它不斷加上去 3 4 5 就這樣加 我們數一次給你看 1 2 3 4 5 6 7 轉過來8 這個就是6 這個就是32 好 就來完 亮光 亮光 然後關掉 因為它所有燈都是一亮 所以它會關掉 好 下一步 我們就是要 先關掉 我們要砌這個RESET 我們要做MODE 10 MODE 10 需要兩隻Dial 一隻電阻 和一隻CAP 兩隻Dial 所以要出手 我們先從箱裡拿兩隻Dial 這隻Dial 這隻Dial 一英寫400 另外它有一個電阻 10K 這隻Dial 然後有一隻CAP 增加HOLD TIME 這隻Dial 我們用2200 這隻Dial 這隻Dial 我們先試一下 砌這個Circult 這個Circult 有巧妙的地方 這個Circult 我們要留意到 有一隻電阻 我們先插一個電阻 LC 跟這邊 用環節 第 5屋 即是這條插了 然後有一個CAP 你看到同一條線 有一個CAP 落底 即是這個2200 落底 即是同一隻腳有一個落底 你留意這隻腳和這隻腳會接近 所以這隻CAP 接哪裏都可以 這個RESET 接近 然後這裏和這裏聯繫 所以CAP 就可以接這裡 可以接這裏 先我們先預設個位置 這條線又解決了 或者這支線又結束了 RESET也還結束 只差兩隻Dial 很特別的 你見到屁股 有一滑往進出 或是文不同 或者是這樣 這樣比較容易看 我們先畫第一隻 然後第二隻 大家要留意 上面的這個比較長一點 我們先剪一剪 留意到一樣東西 這裡同一行是同一個洞 所以我們不可以再插同一排 譬如我們插同一排 然後是這個 過一個位 大家看看這個就是這排 這排不可以再插 我們要插到前面 再放多一排 再放多一排 放得更漂亮 大家同行的 大家同行看到了 即是我們這裡過來 有一個電容落地 有一個電到五屋 然後有兩隻電腦 墊了向出 即是向下 即是駁二四 我們駁二四 LED2 即是七腳 七腳就是這裏 這裏是七腳 駁這裏 我們先駁這裏 駁這裏 先駁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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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2 即是用這裏 七腳 駁這裏 駁這裏 即是這裏 在這裏 我們先剪一剪 LED2 7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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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LED4 即是五腳 即是假隻 又是印印的位置 LED2 接著是LED4 是LED4 即是五腳 1 2 3 4 5腳 即是這裏 這裏 駁這裏 即是這裏 這裏 這裏 應該要短一點點 這裏 再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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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即是這裏 駁這裏 全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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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做這裏 是有一樣東西 還可以加上裏 這裏 是一隻Decoupling Cap 我想講講 Decoupling Concept 因為 在Sequential Logic 裏 它是會有 會有 會有 Glitch 或者叫Noise 會影響 電源的訊號 所以我們用這裏 就是 0.22mm 來的 我們放了0.22mm 在這裏 最好就放在Decoupling 不過我們近近地放在這裏 Decoupling 就可以了 進入最後階段 就是我們 剛才接好東西 放在De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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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 9 1 9 回到Decoupling 就完成了